我們現在走到地方是 統後越嶺古道 在我的鏡頭裡面,幾乎看不出來 這裡有陸基了 但是,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靠,滑了一下 下面就是統後溪 看起來水非常清澈耶 不曉得會不會有魚 這雨後,的這種統後溪谷,越嶺古道 有點泥硬 沒有穿個雨嶼,或是登山鞋 防火的話,實在是不好走 就是,就是那裡 我們的同伴 陳兄在這邊放了什麼呢 漁網,現在要來 早上五點要來收網 泥膩吧,超泥膩的 我走超級邊邊,才有辦法過去的 都是水 我靠 我走 他說就是那裡了 我看還有這種路況,他大概還在走三分鐘吧 三分鐘,還算太快了 終於放了一個枕面,還算好走一點 這裏就是討厭越林古道的前面一小段而已 我的鞋子,已經進水了 清澈的討厚溪 來這邊啊,路況非常的差 然後 進來的路也都斷了 機車 勉強通行啊 就算機車還走 也是非常的,不是那麼安全的 可以行駛在道路上 尤其是我昨天 應該是清晨2點多殺進來這裡 怎麼摸黑啊 OK,快看到藍沙吧 它一定得放那麼遠嗎 走過來的路 看這樣草,轉到這樣子 只可以看到路徑啊 那我們身體都會覺得痴痴癢癢的 那我的褲子應該也是 因為草都是水 我覺得 我有點想要放棄,不想要走過去 但是看那路是乾的情況之下 就走走看吧 這 原住民朋友們 他們還是常常走這條路 進來 他們所謂的打獵 靠 停在我身上 完蛋 快不行了 我的鞋子快不行了 已經在滑了 因為鞋子裡面進水 喔,影片正在晃動 因為我在抓羊 剛剛有一隻 好像 蜜蜂的東西 這邊 很奇怪的風 沒有見過 但是 蟲啊一定是會咬我 會咬我會攻擊 沒有帶刀來 實在是不對 喔,幹一直要咬我 我把蚊子上 超大隻的 喔,邊路實在是很燙 我堅持要錄影錄完 褲子濕了 而且一直有好大 不知道什麼蛙哥蟲一直在吃 吃我 很癢啊 你沒有遇到嗎 很大很像瘋 也很像那個